今天這期節目咱們來聊一個禁忌的話題 任天堂是怎麼看待手機遊戲的 大家都知道 任天堂對於手機遊戲這套F2P體積就是free to play 免費遊玩但內容省得付費的這種運營方式 是在很長一大時間裡採取比較消極的態度 甚至直到現代任天堂對於手機遊戲或者F2P遊戲的 重視程度也比較低 至少比他們自己對於主機買端子遊戲的重視要低的多 也比其他兩家U三家索尼和微軟的重視程度要低的多 並且任天堂在手機遊戲的發展過程中 一直是處在一個被手機遊戲借電玩法的促進的 所以在任天堂的相關節目裡 其手機遊戲總是避免不了各種不同意 可以說如果說這個線上有一個和現代的手機遊戲 這套體系最不搭的遊戲公司排行碼 那任天堂一定能排進排行碼的前五名 那麼你有沒有好奇過 任天堂為什麼會和現代的手機遊戲這麼不搭呢 是他們要保鑑遊戲本身的價值 還是手機遊戲對於玩法拓展的限制太高呢 又或者僅僅是他們做不來手機遊戲呢 今天這期節目咱們就來聊一下這個話題 hello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魚光雷昆 初到任天堂和手機遊戲的玩家還要從蘋果商店開放權限 不少開發者開始轉向手機開始說起 就算很多對於手機遊戲有自己負面的態度的人不願意承認 但我們正在整個行業的發展史的久度去看這件事 蘋果的這一波操作也是和任天堂的遊戲人口擴大化計劃有著相同意義的歷史性的發展變革 蘋果的這一波操作消除了遊戲這件事真正的固有門卡遊戲機 讓遊戲這個存在的廣泛社會化有著條件 也進一步開拓了南海市場 很簡單一句話 蘋果這個政策讓遊戲真正意義上變得和小說音樂以及電影一樣 什麼人都能夠享受了 其實了解當時任天堂高層的人都知道 不論是嚴念湊還是公本貌 他們其實都是喬布斯的粉絲 對於當時蘋果的作為他們是一直在那積極甚至可以說是在學的代言 而且任天堂的不少創意遊戲在當時都很適合放在手機上去玩 對於掌機霸主任天堂來說 做便携端的遊戲他們實在是比全世界所有公司都要擅長 那麼為什麼當時任天堂對於手機遊戲領域的開發卻遲遲沒有行動呢 當時的媒體們推測那是任天堂的不戰政策在作祟 他們認為任天堂不會把自己家的遊戲放到別的平台上 就算任天堂又搞手機遊戲 那也會在自己封閉生態的手機上搞 所以在當時任天堂要做自己手機的傳聞滿天飛啊 在NS剛公布代號NX並公布自己的硬件構架的時候 這個傳言的熱度達到了頂峰 因為這套硬件構架是可以適合當時的安卓系統的 甚至直接有媒體斷言 代號NX就是任天堂自己要生產的第一款手機 但很快任天堂就急睡了謠言了 不僅是他們進一步的發布了多款手遊 NS也被證實了只是掌機而並不是手機 那既然問題不再獨斷政策這塊 那麼主要責任天堂全面進軍手遊領域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在2014年的聖誕節這個問題有了答案 眾所周知啊2014年發生了什麼歷史性的大沙 對 這樣已經一把二次乾淨第二萬成萬 肚餘酬味道文章 並且說是SE當時開發的擴散性百萬亞素 在上限之後連續幾年都盈利 並且一直獲得好評 你要知道那個時候別說FGO 連陰陽師都沒有 咱的現在這套的手遊盈利體系 在亞洲的市場實驗和理論基礎就是擴大近百萬亞素 也就是MA打下來的 也是打那個時候開始SE就被叫做手遊大潮 當時MA成功實踐的這套Gacha遊戲體系 具有哪些特徵呢? 第一 初期開發成本不高 僅僅相當於一個中小型主機遊戲的開發成本 才用長期的運營在第一波賺到錢之後 可以用賺來的錢繼續維持運營 覆蓋後期的成本 最終實現極高利潤率的盈利 第二 覆蓋玩家範圍廣 在玩法規則簡單 運行門檻第一的手機遊戲里加入扭蛋抽卡要素 讓幾乎所有人都可以輕鬆玩上 正在這兩條的作用之下 MA實現了叫好又叫做不僅口碑好盈利還高 讓不少日本傳統的遊戲廠商看到了掙錢的希望 當時的日本遊戲業界開始大量朝著Gacha手遊的方向去轉型 所有人都希望能在這個時代的大潮之下 然後分一杯羹 反正手機遊戲的便捷性和滅將的愛海市場 可以說在市場細分化上 直接和任天堂擅長的掌機領域產生了競爭關係 這就像我們以前就講過了Gacha遊戲的這套思路 實際上早就是寶可夢和火門還剩下了 在大眾看來可以說在這一年 手遊市場第一次證明了自己有可能有威脅任天堂主要業務的能力 當然別人都打上門了 任天堂怎麼還一點行動都沒有呢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 大眾對於任天堂為什麼一直 其實沒有在手機遊戲發展上投入 這件事好奇心更重了 所有人都想知道 在當時看來 任天堂可能要錯過接下來的遊戲市場轉型封口 這件事是故意的還是不想想念 於是在那一年的聖誕節 在4Gamer的組織下 尼克尼克母公司多玩國當時的會長 川上亮聲 以老朋友的身份邀請了當時剛剛出院不久的 顏天堂先生 兩人以閒聊的方式進行了一次簡單的夜內對談 而川上亮聲也在當時以電影行業類型 越來越細分 涉動人群越來越具體作為話頭 行敲特機的 將話題引到了當時新生的手機遊戲市場 對於傳統遊戲的衝擊上 而顏天堂在回答上並沒有躲閃打太急 而是第一次正面回答的顏天堂 也是他自己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可以說 顏天堂先生當時的回答極具潛在性 他在2014年那個不少人都覺得未來手機遊戲 將要取代傳統遊戲的時間年齡 準確看到了手機遊戲的缺陷和未來可能帶來的問題 而這些缺陷和問題到現在全部命中 令人感慨佩服吧 顏天堂是怎麼說的呢 為大家總結一下 首先顏天堂就說了 手機遊戲對於傳統遊戲行業的衝擊 將會集中在中型遊戲廠商這個方面 對於有高投入的大型廠商 他們正在追求的高能力高成本的作品 能達到的效果是當時的手機遊戲所不具備的 所以不太可能突然完全轉型到手機遊戲領域 而對於小型的獨立開發商甚至是個人開發者 他們大多不具備覆蓋當時手機遊戲 所需要的開發和運營成本的能力 所以他們也不會冒然選擇轉型 而對於大量的中型遊戲廠商來說 Gachia手遊的低成本高回報模式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對於一些只追求商業引力的中型遊戲公司來說 就Gachia手遊幾乎成了一個突然冒出來的 他們的必然選擇 當然這樣會對行業有什麼影響呢? 原則總認為這對於行業最大的影響在於 影響了行業未來作品的多樣性 因為高成本的大作必須要能選擇 能賣出高銷量的類型和玩法 在不斷的迎合大眾和足極上升的 開發成本的裹結之下 無法自由的對玩法做出破壞性的探索 最終都會趨於同志化 就和好藍屋商業電影的路子是一樣的 反正低成本的小型遊戲做出玩法實驗是容易 畢竟在這個等級的開發者大多還是運化與法電 當然他們因為成本低而缺乏最基本的穩定性 遊戲能不能做出來都很難說 不然的話產出的大部分作品在質量上 根本無法保證穩定 而僅靠少數的精品 是無法去覆蓋遊戲行業如此巨大的市場 所使用的多樣性的 所以說傳統遊戲行業的中型遊戲開發商 被手機遊戲的包回報率吸引而轉型的行為 對遊戲行業的多樣性來說 可以說是補底抽取啊 那麼有沒有可能這種中型遊戲產商 在轉型之後會獲得成功 然後再反過來反哺傳統遊戲行業呢 顏顏宗對此的看法是比較消極的 他只是提到了手機遊戲領域 即便在當時仍然風險很高這件事 反正我們這位後來者 已經可以把顏天聰當時的擔心說明白了 當時的手機遊戲行業 有著高回報率的同時 也有著極高的風險 這個風險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在大體草商轉型搭卡手遊之後 你要如何脫穎而出 這是一個風險 因為中型傳統遊戲雖然回報率低 但現在買斷值 在製造之後回本速度也快 把F2P的Gacha手遊則是一槽豪賭 因為本體免費嘛 賺多少錢 完全取決於你的受眾願不願領你買單 一旦受眾不願意為此買單 那麼你的損失 將比製作一個傳統主型遊戲要大得多得多 第二 手遊市場的成本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可能在市場早期這個成本相對低廉 但隨著市場進一步的完善 越來越多的大資本進入這個領域 開發和運營的規模和成本都會水下船包 到時這些中型遊戲廠商大多數 將會被殘酷的競爭口袋 而那個時候如果他們沒有退路可走 整個公司也就會面臨解散和最終消亡的命運 那麼要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連結束後懷念天堂在當時想到了一個解決思路 不得不說 在當時困難重複的條件下面對一個這麼棘手的問題 如果換作是我恐怕要整修整修的順著了 不過我雖然不一定想得到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 但我還有辦法解決睡不著的問題 這段時間對用神器小路的孤學者 不會是高端整的代表選手 讓我見識到了一個枕頭也會對睡眠的影響這麼大 好幾個月用起來都明顯感覺到睡眠改善了非常多 睡得好了經濟睡眠也不一樣 你有多久沒換枕頭呢 有段時間我一直睡不好覺 翻來覆去睡不著睡眠增量還差 早上起來總是點到很累 會溫沉沉的 其實和枕頭有很大的關係 特別是有的男生啊 可能枕頭睡到發滑發音都沒想到要壞 只要沒壞就行 白天堆著電腦脖子硬邦邦 晚上躺在已經睡他沒有支撐力的枕頭上 或緊都不能休息反而還傷害頸椎 扑仔和痘痘也會早上門 連一間有三個機的時間都在睡覺 選擇一塊好的枕頭真的非常重要 第一次結束太空寂眠 用下去就會慢慢的彈起來 躺著的時候就會感覺到有一股向上的力 肩頸被包包滿滿的安全感 分區的設計和普通枕頭正好相反 中間歐四周包可以牢牢拖住脖子 正常側躺都切合肩頸不會落枕 第二天醒來肩頸就從來沒有那麼放鬆過 晚上打呼嚕都少了 對茶室今天對著電腦工作低頭學習的人來說 獨特的中空留白加延長枕舌可以更好的拉伸脖子 緩解踮頸節奪壓力 兩側高度不同 根據習慣和體型選擇合適的枕包 既能科學放鬆還能防止頸椎的生理弧度變質 這個透氣三明治網面料 方便拆洗乾淨又衛生 送禮也健康有面 送對象的話 他們家還有可愛的雲朵枕和檸檬枕 也是分區的順 這裏平門機制定領取大為優惠選 到手下還不到一頓大餐前 每天幾毛錢就能買到好睡眠 中國等一年早買早享受啊 祝大家都能睡著好覺 好啦 何必正題啊 我們剛才提到了任天堂當時 對於中型遊戲廠商缺失的解決思維 其實很簡單 按照任天堂當時的計劃就是靠任天堂 每年都出產一定量的中型遊戲 來穩住中型遊戲市場 同時通過任天堂自己不歇於這些中型廠商 進入手遊領域而傳達一個信號 那就是任天堂依然堅守著 中型遊戲在傳統遊戲領域的生存空間 當然了 任天堂在當時採訪的時候說 這個是有一定的殺人目的 當時任天堂正處於元氣大商的時期 在HD時代的產能不足 剛任天堂丟掉了Wii和NDS 積累其他人的幾乎所有優勢 在這個時候 努力去拉我們第三方 特別是中型遊戲廠商 來擴充自己的遊戲動物顯得非常重要 所以 演講之後這番話 也有向這些中型廠商喊話的意思在裡面 但聖人論績不論心嘛 任天堂自大之後 雖然確實後來也都有幾個手機遊戲 但每年出場一定數量的中型遊戲 來維持遊戲行業的多樣性這塊的努力 也是一直在堅持的 所以說這事 言天堂當時定價的維護整個行業 特別是中型遊戲多樣性存在的方案 也並不是不可以 其實聊到這裡 對任天堂為什麼沒有第一時間 競爭手機遊戲領域 大家也都聽得很明白了吧 實際上就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當時手遊行業的風險還很大 另一個就是要維護住 當時傳統遊戲行業中中型遊戲的生存市場 以防止未來傳統遊戲行業的多樣性造成破壞 所以說這個格局是很尬的 因為任天堂決定不追這個風口而留下來 如果真的像當時不少激進派的分析師認為的內亞 手機遊戲在短時間內吹哭拉手一般 搶大了傳統遊戲的市場 那任天堂就會因為這個保守的選擇 而面臨非常大的風險 而且 而言天堂作為做出這個選擇的人 也會被罵 老頑固和 喊任天堂 我的終於後來者 當然知道這些都沒有發生 可是在那個時候 正在風口浪尖的言天堂 只能憑藉自己對於遊戲的理解和經驗去判斷 萬幸他的判斷是對的 格局也足夠大 在那之後 如果我們先前所說 言天堂現在去世之後 任天堂還是選擇了 進軍手機遊戲領域 但我要說 除了就是進軍 不如說是試水 因為到現在為止 手機遊戲對於任天堂來說 依然不是因為賺錢的 他們希望通過手機遊戲的低門檻 包傳播的特點 讓更多人了解任天堂的IP 既然去買遊戲機 玩任天堂IT價的主機這麼多 所以才有了那段經典的 國內手遊廠商 跑去教任天堂手遊怎麼賺錢 任天堂反問他們 要如何做的好玩的故事呢 那一句 我們有錢請告訴我們 你們的遊戲要怎麼做的好玩 到現在依然是 任天堂對於這個領域態度的最好主角 前兩年 滴娜的社長 在群任天堂參與會議的時候曾表示 任天堂在當時砍掉了數個手遊項目 而且當年任天堂將不會進行 新的手機遊戲的立項 原因很簡單 就是任天堂認為 在現階段 手機的操作模式 對於遊戲玩法的創新 還很有限制 如果不能在玩法上 實現徹底的和別人不同 任天堂祈願取消 繼續在手機上發售新遊戲的計畫 好啦 最後一期節目看完 對於任天堂對手機遊戲的看法 你是否有了一個全新的更全面的了解呢 對於嚴格聰 當年對於現代手機遊戲發展 和對傳統遊戲行業發展的一些看法 你又覺得如何呢 我無意去評價任天堂這些年 對於手機遊戲的看法 以及相關戰略了 我只是想把這些背後的人 和任天堂的高層樓 是如何分析做出決定的故事 告訴大家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觀眾朋友們 記得關註點贊 投幣轉發 我是尼文波尼文波 我們下期再見